有個登山美女的時候 嘩,出月禮貌,阿笨當然是回過來了 不過就在這個時候,便當整個就走了 哎呀,真是隆盡啊,跌了出來 誒,為什麼有個便當,從天而降的? 但是有些什麼事? 你不吵吧? 阿笨,是時候教你一些做人的道理了 其實飯是要有手味的 而且最緊要就是記得拉拉鍊,OK? 待好便當之後呢 阿笨終於可以奇奇怪的地繼續行山了 不過走到不久,阿笨又說要休息一下 啊,這裏幾好床啊 而在休息的時候,咦? 被阿笨發現了一隻小蟲 喂,不要瞞著我啊,哥哥,不要搞啊,喂 不過,出於後期,阿笨又怎會放棄這個 研究自然生態的機會啊? 哎呀,你好可愛啊 我叫阿笨,你叫什麼名字啊? 喂,讓我看看,為什麼你的褲色還欠過我啊? 為什麼你不說話?為什麼你不理我啊? 為什麼?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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為什麼?為什麼?為什麼? 雖然阿笨玩甲蟲玩得很開心啊 不過阿占就很無奈,看著他也不像他在做什麼 傻丑? 動作女星? 哎呀,阿笨不斷玩,終於弄到甲蟲先生發脾氣了 好像有味道 阿笨突然間被甲蟲先生咬了之後 不小心把他摔下來,而甲蟲先生從天而降